哈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极见实习生,我是Dan 在今天的节目上面,我们依然跟各位分享这本书 一流的人读书都在哪里划线 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第二个章节 这个章节的标题叫做 不要速读,要慢读 那么作者在这个篇章的第一句话,开宗明就讲到 不懂的是,当然要慢读 我想每一个人在念书的过程中,读书的过程中 可能都有一些遇到挫折的经验 可能是你在读一些不是那么擅长 不是那么熟悉的领域的时候 可能在某一些专有名词上面 或者是某一些论点上面 比较容易没有办法好好的掌握 那你就会觉得说读起来有点卡卡的 不过作者说不懂的东西 慢慢弄懂的这个过程是很愉悦的 所以作者希望我们能珍惜我们的不懂不知 然后面对这个所谓的不懂 我们应该感觉到高兴 因为如果当我们一直在读那些 我们很容易理解已知的东西 那老实说这些东西并不会带给我们进步 所以作者在这本书里面提到了 在什么地方划线呢? 这边作者给出的建议是 你可以在你不懂的地方划线 好,作者虽然说到慢读 但是其实作者本身也是有快读的时候 他提到他自己在求学的阶段做报告的时候 其实是因为他的资料量非常的大 那在这个海量的资料里面 他需要赶快的去截取重点 所以于是他就会针对他阅读的目标 目的去找到他所对应的一些段落来去做阅读 也就是说与他的目的、与他的目标无关的部分 他就会舍去、舍略掉不去读 那这个部分跟我们之前有一期节目谈到舍读呢 是大致相同的概念 作者举例说如果说我们要读彼得杜拉克的管理学 那么目标呢就是为了要了解 领导人该怎么样去管理自己的下属 那么只要读相关的部分就好了 看看书本的一些目录 看一些简介 那么搞清楚你想要学什么 仔细研读这个部分就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因为你有了明确的目标 那读书的品质还有时间呢都会有所改变 所以读的快只是一个结果 它不是一个原因 如果你的目标很明确 那么你就可以变得比较快 所以读的快与不快其实不是重点 那相对的作者也认为 有些人会把读书的目标设定在我一年要读几本书 作者也认为说 其实他比较建议大家读的精 而不是读的多 有的时候呢我们读的多 但是呢可能胡伦吞藻没有好好的消化 没有真真真正的把书本里面的内容拿出来运用 所以其实读过了就忘了 对我们的生活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所以作者认为 读书的目的 读书的重点 不在于数量 读了十本书 倒不如把一本书 一本经典读个十遍 来得更有意义 那我自己个人呢 在念断舍底相关的书籍 其实也读过蛮多本的 我发现其实你阅读越后面 你就会发现每一个内容都大同小异 那么断舍底的书籍呢 我第一本接触的是三下音子的 丢把成为更好的自己 那我自己个人 我也唯一收藏的一本书 就是这本的 其他的书 其实我都是从读书馆借来 那我还有做笔记 比方说最有名的 就是三下音子的断舍底 这个原著 那这本原著 我就是做了笔记之后呢 大概留下五六页的笔记 放在我的书柜里面 我就没有保留所谓的实体书 也没有去购买实体书来收藏 我个人觉得说 我自己在日常断舍底的过程 如果说真的有一些 疑惑或者是有一些需要 被再提醒的地方 我就去翻那一本 丢把成为更好的自己就够了 因为它是一部 我觉得已经写得蛮 蛮仔细 然后面面俱到的一本书 所以我只要看这本 其实就够了 那其他东西 可能就是做一些补充就好 所以当你能够把书中的东西 书中的内容 落实到生活 就像我断舍底一样 整理我自己的衣柜 整理我自己的房间 那么我觉得这本书的价值 就才是真正被我们所发挥出来 而不是你读过了断舍底的 相关内容 你就跟别人说 我大概了解 我知道什么是断舍底 但是其实你在生活上 可能并没有真正的去落实 那这样就会比较可惜 作者说读书是专家用来解决问题的最佳工具 一流的商务人士为了目标而读 获得心知跟见解之后 他就会展开行动 这也就是所谓的专家 跟我们一般 只是拿来当作贤书 轻松阅读的人 最大的差别 因为他会带有目的性的去做研究 那在同一个领域里面也许读过了很多本书 截取这些地方的共同点 然后了解每一本书的差异 去补足去钻研这些相关的知识 所以也因为你会去钻研 你会去比较仔细有目的性的去阅读这些书籍 所谓的商业书籍 所以阅读的过程中你就会开始做思考 作者说阅读需要思考 长久下来我们的思考能力就会更加的成熟 所以说不需要动脑筋思考就能懂得输 对我们来说这个程度可能是太过于简单 也许我们在读起来的时候会觉得 轻松很舒服很快乐 但是其实他就没有办法去锻炼到我们的大脑 其实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 不仅仅是这个章节 其实作者一直不断的不断的在强调 知识转化为行动的重要性 也就是灵活的去运用 作者说阅读本身不会让你获得竞争力 阅读是一种工具或者是一个契机 只要你懂得去发问 问出关键的问题 那么才能够去展现你的竞争的优势 并且引发行为 引发行为就是说 让你可以在生活中采取一些相关的动作 相关的策略来去因应你的问题 解决你生活中的问题 作者说他小时候会喜欢阅读所谓的昆虫图件 那他的优势是什么 他说他的优势是每当他读完这些昆虫图件之后 他就会到山上去接触所谓的昆虫 那这个接触的过程就是一个 所谓把知识转化为行动 转化为智慧的一个过程 他其实对自己的生活 或是对自己的印象会更加的深刻 那么如果说 你只是翻阅这些昆虫图件 老实说你就只是懂了 或者是获取了所谓的昆虫相关的基础知识 但是如果你真的去接触这些昆虫 或者甚至是你去养他们的话 那么我们才有办法把书中的这些内容 所谓的活学活用 那这样子才是一个把知识转化为 我们生活日常智慧的一个过程 好以上就是这个章节 做主要跟我们分享的内容 不需要速读 我们可以慢慢的读 当你如果有目的性的阅读的时候 也许我们的速度就会快起来 那是因为我们把目标 集中在一些我们真正想要截取的内容上面 那么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 或多或少都可以带给大家一些帮助 如果喜欢别忘了记得把我按一个赞 也欢迎您订阅支持我的频道 我是Dan 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